防腐器啊 有我們也擔心 重視這個健康的問題啊 學生其實常常在這個壓迫 到底教育它有什麼新的東西 腰空無時無刻都在塞車 塞車很多 沒辦法 根本買不起房子啊 房間要一兩千萬吧 從起訴書上面可以非常清楚看到 這個檢察官花了非常大的篇幅 在講所謂馬王政爭 甚至從他去寫了就是說 馬英九擔任還沒有擔任主席的時候 他跟王金平院長曾經 有一起競爭過黨主席 連這個部分他都把他寫進去 那可見的是希望透過這個 去講說馬英九的所作所為 全部都是為了所謂要鬥爭 王金平而去做的處理 那他這樣子當然有泄密的一個問題 但實際上這個跟我們了解的事實 是完全不符 馬王政爭這個事情 對國民黨來講 當然是一個重大的傷害啦 第一個當然是對於當時的 在野黨來講 他有一個非常好的理由 來攻擊執政黨 這個破壞憲政體制嘛 那第二個部分其實是 最重要還是國民黨內部的裂變 因為實際上今天王院長也說了嘛 從那個時候他們沒有再通過電話 也就是說黨內的 因為馬王政爭所揭開的各種矛盾 是讓黨的內部更加分裂化 到了今天只有更加惡化而已 那作為國民黨主席 同時又是中華民國總統的馬英九 當然得也負起這個責任 那從憲政體制上來看的話 今天起訴書其實也寫得蠻清楚 就是總統的在憲法職權上的 當為跟不當為 司法認為他有罪 他就應該要接受 司法認為他沒有罪 他也應該要高興的 司法還他一個清白 也就是說他的任內裡面 有太多的爭議 而他本身是一個法界的人士 一個法界的人士 會有這麼多的法的爭議裡面 那是不是他在做決策 或是在做決定 或是在刑事為人方面 他有一些問題存在 法理情嘛 不是情理法 所以以一個中華民國的總統來講 法永遠要先擺在前面 那麼更何況他是一個沒有人情的人 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一個沒有人情的人 所以跟他共識過的人 絕大部分離開他了以後 都對他不滿 王金平是沒有敵人 這個馬英九是沒有朋友 那為什麼會沒有朋友 因為他就是什麼事都太計較 你就沒有朋友了 因為他總是保護他自己 國民黨的兩大天王就內鬥了 內鬥就讓外界感覺到不是很好 也讓國民黨整個元氣大傷 後來王金平用假處分的方式 保留自己黨籍 那後來又發生了太陽花學運 太陽花學運王金平的角色也蠻曖昧的 所以外界也認為說 這場運動王金平是不是也扮演某種角色 但是這個潘朵拉盒子一掀開之後 從繼承黨員到各級的公職 其實大家等於各自選邊站 那各自拿對方來攻擊 那尤其是黨內其實對王院長所代表的本土派 其實是非常強烈的一些攻擊 那深藍的力量也在過程當中抬頭了 那似乎坐實的王金平就是黑金嘛 那所以這個對於國民黨的內部的團結 坦白講是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在選舉當中 包括後來處理政局上面 譬如說太陽花學運 我想大家也無法否認 太陽花學運能夠成功 除了他們訴求本身以外 跟國民黨當時內部的分裂 也有一定的關係 是在2008年讓國民黨 充滿執政的最大的工程 但是也是讓國民黨持續政權的 一個必須最大的承擔者 所以這幾年的歷史功過 真的很難說清楚 那我想黨內就會抓住 他們想要的任何一端 來互相的表述他們的立場 或者是進行鬥爭嗎